我覺得這樣卡在一個我異想不到的東西上面 也是讓我覺得蠻訝異的 再一次 轉 發射 再來 攻擊 我們也會至少造成15D傷害 已經算是極限了 要再發射一次 這應該會跟剛剛的死胡同一樣 又來了 又卡牌 東西 抽 抽下去 抽 可以 再炸 炸 好像還是一樣 最後傷害真的不太夠 好像 等等 這四關生死的一局 轉 啊 啊 怎麼會這樣 有有 這真的很難打 一直在那邊轉牌 轉到吐血了 又不是防禦法算了 沒關係啦 我不想再刷了 我只想結束他 太扯了啊這個 我真的覺得太太瞎了 哪一次不抱怨的 平幾地 他說這個修飾都被他解決了 都沒有戰鬥痕跡 快走吧 應該是被虐殺吧 等一下去看一下好了 喔有了 開始問LINE了 能不能留下一些 但是我一般都不用那個的 好吧 要到LINE了 有嗎 看一下 沒了 沒有要到 那到底什麼時候會給啊 又沒要到 又沒有要到了 那我原本來這邊是要幹嘛的 我想一想 原本是要去參加那個 要創好賽 先傳送 最後才會給喔 那到底多久 應該還蠻久的 失去零死 先去那個吧 我現在來不及回去門派 用來去看再趕過來 我還得先 謝謝 我先在這邊存一個檔 因為我覺得 晚一點好了 先 先把英傑會打完 感悟有新的嗎 只有火 來打英傑會 對嗎 還是說 附近擠滿的人 還是只有一個人 還是只有一個人 到底是要多少個人 來吧 應該也是很弱 這超弱的 去吧 那不就要看攻略了嗎 那一滴 結束 時間是指之前的 這樣 去吧 那 那 我們就要看攻略了 來來來 就 如果有在 第一次玩可能 要我是用 平常記憶去記的 也是新增就是有遇到 記一下 但第一次玩如果想要全收 我覺得第一次要全收本身 之外還會遇到一個難度問題 就是你也不知道怎麼玩這個遊戲 大概要重複試好幾次才有可能上手 等我 他現在比較好一點 以前還不會提醒 現在蠻 蠻那個的 現在有稍微好一點 現在沒多好 結束了 第三門 是我自己門派的 他有點像想要把他做成隱藏 隱藏的那個 任務的那種感覺 誰知道都沒有火了 幹嘛 我一直狂轉 他放那個 造成隱藏會扣血 去吧 打你 對啊 夠了就沒了 劇吧 有了 公孫公子 他這公孫斧的也是路人角 看一下80 那個好了 他也是路人臉 無盡之海喔 這邊那個 太太太那個 時間過太快了 還有就是太難打 那跟變態 變態樣的地區 戳 戳 戳你 再戳 轉 喔 還有護盾流耶 嗯 發射 再一發 第二發 第二發 喔他要補回來了喔 這一次真的 超扯的 等一下 這什麼 4放一次都會反擊的 喔5次傷害會反擊一次 這一次是防禦型吧 是耐操耶 擺上利險 終於 總算打贏了 燈望有提升 好啦 這個 我現在是魔劍吧 魔劍要打 魔劍要打的話這邊應該就沒了 我看一下 對啊 大廳 周圍 好像這個沒劇情吧 這個 白地樓 沒了 喔 問他是說 他的任務是幫你導引說要幹嘛 是看要加 前往 魏無極的意見 再問老頭 算取零食 他沒有繁體啊 所以我就說他們 出了之後出來他們的那個啊 他是只有給他們那邊的人玩 啊我們這邊也其實對玩這種類型的也沒有 問完就卡住了 他說雲汐城聽 雲汐城喔 他要我去那邊拜訪一下 我去看看 這是那個喝 喝茶的那一個吧 要來喝茶 這個是我目前 這個我是目前我覺得不知道在幹嘛 這個喝茶只是想要炫耀他好像給我錢而已 就是敗家子吧 公孫家人就是敗家子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這個感覺是這樣 他日在劇 黑衣人那個黑衣人不就是 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當然這邊的劇情是我比較不了解 我只知道每次來喝茶 他問東問西然後最後就沒了 但是有黑衣人這一段應該是後來才追加的吧 他應該是要把這個劇情給補完 對啊我就覺得應該是還沒做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沒 五零城 他本來是分工吧 就是誰附著哪一個 誰想去寫什麼 天心城城 天心城 天心城城 又回來了 我好像 還沒 還在中期 我怎麼記得當初沒有這麼難練 怎麼練這麼悶 我有靈感 再去跟人家聊聊天 等一下 這個好了 先把火 給領弓 對啊 我要去那個 那個 神兵格 看一下有沒有防護罩的吧 不對不對 錯了 沒有啊 他賣的沒有啊 不是 我誤會還是什麼 他沒有啊 我們這把炮怎麼那麼廢啊 怎麼沒有加 還是那是弓體啊 對啊那應該是 應該是弓體吧 我看看 如果我可以加14綁護罩 真的有點 每次我會先學 沒有 翼封城 要再下散一次 我先存個檔 翼封城 上樓 不能上去 念氣入門 這本我是不是有了啊 好像一名 八寶喔 看看這是武器吧 防具有沒有 火系傷害 沒有啊 這是多少錢啊 17萬我靠啊 一次比一次扯 雙木系傷害 沒有啊 那中招到底怎麼來的 我覺得應該是弓法啦 他那應該是 對那應該是弓法 是喔 打剛剛那一隻才會鬼喔 喔算了 隨眼吧 隨眼啊 我剛剛存是存 這個 這就是隨眼吧 只是很噁爛而已 繼續閉關 因為後面其實也沒什麼要做 就 閉關再閉關 這要一年 風照 十月 給幾盾喔 給幾盾喔 再糟糕應該也比我現在這個身上這樣 啊這要助記後期了 哇塞 那我把這些領悟一下 又有傳藝衣服了 是誰 他又給我費單了 永遠的費單 這是給你啊 比較好的費單 蛤 還有分品階喔 還有分品階喔 真的耶 為什麼費單還有品階啊 這什麼鬼 為什麼費單還有品階 有點不太科學 費單不就費單 日品費單0元 他應該是在做4級爆掉的吧 所以才叫4級 9個月 9個月 跑去找人家 多 玩點小遊戲吧 加一點 交流戰鬥經驗 不要 這個咧 這可以 小丸 我有火 他要火跟劍 可以湊 湊一神4 再放火 啊我應該放體的 火也可以湊 自己湊體 再抽劍 一波爆發 現在就看後面的 他現在插體 有了 現在勝火了 可以重抽嗎 我直接掛點 出解了 出解了 這很靠北 然後感悟 感悟只需要一個月吧 我看一下喔 一個月 好像還不夠耶 可以浪費掉 感悟一天 不要好了 感天 這個不是來鬧的嗎 我覺得他那個感悟可以選天數其實是為了讓你打發時間 某種意義來說 那你可以就是指定譬如說你是要消耗幾 如果你加減 需要的話 我看看喔 外門 火火到底八千了 看看 可惡到現在有兩點 還不夠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 走穴 你的靈氣上限加一 靈氣上限是那個 4張可以留5張吧 亂學 那悟到現在那麼好拿的話 其實有可以投資一些比較 方便的東西 一個月 一個月 有了 然後再修煉 收到東西了 費單嗎 不是 每次的期待 一年一費單 一年一費單 好像還不錯 錯了 這個 歐洋師 參加這個主要是那個 要拿那個修煪吧 這個 突破的感悟 現在超過9個月都不行 這個盾數也不行 這個好像可以 我的 陰節會又快到了 然後這邊 看一下 剛好 人之道感悟不足 現在快沒有東西可以學了 我可能要下山再去買東西 下山去學東西 增加 增加 不知不覺我也快要那個 一年一費單 good 我又拿到一顆 他這次 技術不佳 給我一瓶了 有點弱掉 因節快要一年四個月 我再先領悟招式 賤感悟不足 先把這些都學一學 新的傳音符 那時候我突破到戀氣後期 那時候明年的音節會我會參加 到時候再見 這個混蛋 我還沒 所以我要再打敗他一次 破錯他的戀氣 他有8個月 2個月 壞了 我也快了 我也快到後期了 然後再升上去我血又更多 1個月 5個月 3個月 5個月 3個月 3個月 4個月 4個月 3個月 氣氣後起,我的血終於增加了 這也可以耶,漂亮 好,沒招可以學了 我真的把該學的都學了 就是我買的那些秘籍 天人感應 快去找人玩 找人聊天,有沒有,啊都沒人要聊天 糟糕 我想一想 應該是 先不及 先下山好了 來吧 念氣後起,我要怎麼拿到更強的秘籍啊 你直接下山去好了 往這邊走 我去碰這個 四劍 一探究竟 馬上就我們來 他太廢了 去吧 一招錯死他 那我傷害有提升啦 所以傷害變高 又來了 走沒幾步又戰鬥 剛好 四四伸手 再送你一發 這個我算是已經閉關修煉完成了 這個我算是已經閉關修煉完成了 目前最強的階段 可以下去了 唉唷 無傷耶 真的變超強 然後 我想一想喔 到時候去東石谷那邊 採購好了 現在的話 我想一下 那就是 走幾步好了 剛好 剛好 參加 已經變超強了 我這個血量也蠻 極強的 123 這也太 剛好 可以下去了 直接炸死 怎麼好像沒有音樂了 對怎麼突然 突然就這樣 喔有了 哇 我現在可以卡五戰了 所以還OK 去吧 還是被擴到血了 我要補一下血 自補 再送你一發 第二場 這是那個林家的 他們林家也出太多人了吧 不是 去吧 我想一下喔 中箭的那個克是什麼意思啊 中箭的那個克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我好像也不瞭解你 結果我還沒有 我就覺得很好奇 身跟克的差別 這個我就沒有特別研究了 去吧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轉 是喔 是喔 是真的有效果就對了 還有相生相克的設定 來了 他自己以為小屁孩出關了 讓你看看誰比較強 他自己以為小屁孩 應該是可以不用補吧 屁孩出關了 電爆小屁孩 上青不就有嗎 有喔 我看一下 如果用生至少 我講是這樣子 之後 喔 喔 喔 又要如此喔 生 帶吸收 額外多一張 原來 不知道有時候為什麼沒有多生一張雲 在這 直接戳吧 那個御劍 偷 再打 要說再見 好痛啊 說兄弟一下走也太重了一點了嗎 裝得還真夠像啊 算了 要不是我爹逼我會懶得參加 這樣 他長大那個外型就會變了 我記得 他也許因為現在才要當屁孩 等等我 他說要去探險 你看這是什麼 保障圖啊 答應同行 但他等下打那個 這個 壞型的變 他我就會變老不是嗎 我記得啊 他們 在老的時候會變 很沉著 這我不知道這個 這是之前 共通利會的時候啊 我不知道他專屬利會有沒有變 我不知道專屬利會有沒有變 又是一場二戰 小蛇 他又是這種爛蛇喔 那我OK啦 爛蛇一把劍 拖爆他 左邊還右邊啊 地牢要走上面 左邊是正結的樣子 先走上面 答應 他給我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我看看 免疫中毒 免疫中 免疫中 好像是紫色 是黑色那一顆吧 等一下好像要選 哇有保障了 在漆黑的藥品 聽他說 他有不同 他有一個癖好 就是收集藥品的癖好 快退 他爭取三招 三招喔 怕三招撐不住了 不想扣血 但是應該可能就爆了 免疫中 一堆要 做廢戰盾 他是專 專做廢戰 有沒有 沒扣血 不要扣血 Safe 他說我找到了 我被他 然後 這個符的故事就是說 他用那個符亂飛之後 他最後還是飛到家 然後被禁煮了 等下就馬上傳音 不知道為什麼又飛回來 這是搞笑的 如果你有認真看他的劇情就是這樣 飛飛又飛回去 但是他 他如果他想要把他塑造一個很搞笑的角色 他要後期的時候變成沉穩 就是 一個小屁來長大的概念 好像沒有試做了 我那個魔劍不知道能不能試看看 魔劍我想一下 我覺得可以拚看看 但還不確定 試看看好了 有吃三嗎 易風塵 但我是很少在看劇情 因為已經刷了太多遍了 所以 不想看也得看 他的故事因為是最早做的 因為他的故事是最早做的 所以看得比較 清楚一點 先去那個吧 拍賣好了 我要買一點東西 這邊把一些 奇怪的東西買一賣 有了 我上個廁所 就沒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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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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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